香港这场140年来最大降雨量引发的严重洪灾 破坏力极强 让民众损失惨重 一名77岁的养蜂人 他经营了20年的私人养蜂场也毁于一旦 到处都是烂泥和残骸 几乎所有的蜂箱都浸泡在大水中 蜂巢矿都被浸泡坏 老人家形容这简直是毁灭性损失 欲哭无泪 位于香港东北部靠近深圳的平奢 一个经营了20年的私人养蜂场一片狼藉 77岁的养蜂人踩在厚厚的泥泞中 无奈地收拾着严重洪灾造成的残局 台风海窥掀起的狂风暴雨 让香港星期四下起了1884年以来最强大的暴雨 每小时的降雨量创下超过158米的最高纪录 老人家的养蜂场也瞬间被大雨引发到洪水吞噬 水位甚至一度上涨到成人胸口的高度 老人家透露 星期五凌晨还碰上了深圳水库排红 加上暴雨来袭 水位因此很快上涨 即使它出动了电动水泵以及手动抽水 依然无法阻止大水淹没后院和养蜂场 几乎所有蜂箱都浸泡在水中 蜂巢框也被炮坏 长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全毁了 大水还把大量的残垣拜瓦冲到他的住家后院 老人家欲哭无泪 望着如此的惨状 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清理 面对这场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天灾 他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赔偿金或援助金 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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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